在我們進入今天的活動時間 我們先需要 因為大家都需要錢來辦活動 我們需要先做廣告 我們沒有要募款 我們需要做廣告 雖然我們確實也要募款 不過我不會跟你們募好 我先做一下廣告 對大家都好 所以看一下我們的海報 好 破浪竹夢 這是台南圓民作品 今年會替 今年不要說會 因為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替圓民作品做這一件事情 就叫做圓民會原來的圓夢計畫 這個圓夢計畫 目前有很多部分 一個是個人的部分 就是以前 也就是馬來今天會分享的 他曾經用過圓夢計畫的 這個樣子的一個機會 哇 可真太棒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圓民會今年的圓夢計畫 會有一個談題組 談題組織會去 來 馬來幫我們翻過身來 會去南太平洋大學 謝謝你啦 南太平洋大學區上課 兩個禮拜的課程 就是跟大洋 整體的南島概念有關 我們簡單 或者說太平洋 島嶼世界 有關的這樣一門課 那所以我們今年的 團體組跟個人組 會這樣子 就是即日起公告 今天是我們公告的第一天 我們就很透過期待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一個新的挑戰 也是一個新的機會 好 那 詳細的 需要什麼東西要簡章 大家有興趣 或覺得自己有 到底合適不合適 就麻煩 我們會有一個Q&A 我們幫忙可以整理出來 會一次 請上我們的網友 我們的臉書 都還覺得不清楚 就跟我們的 助理聯絡 他們兩位都是 圓民中心的工作人員 然後 加上我們就這三個人在這邊 算是人力很充足了 好 大家不要小看我們 這個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的 那我們今年的整個的 原本就是我們今年這個學期的 第二場的演講 好 第一場 第二場 跟四月份會有一場 是請藍波安老師幫我們講 介紹他 《福生富宏》這本書 所以這三場演講的 呼應的比較是 破浪竹夢這樣的主題 介紹給大家 另外我們還有另外一系列 是都市原住民 所以我們用 都市原住民大家好 很熟悉這個事情 可是他在概念上 我們到底怎麼去想 他這個我們知道的現象 那種概念上我們去理解 從沒有看見都市原住民 這樣的一個觀點 去想要去理解 這樣一個 其實已經在那邊 很久的一個現象 尤其在都市出生的 第二代已經長大了 那這個應該怎麼去理解 他是一個怎樣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就今天回到我們破浪竹夢的一個主題 我們今天有兩位講者 我們今天這兩位講者 一位還是學生 一位剛剛脫離 我不能說脫離學生 實際上還在學生身份當中 跟不同的身份當中有無種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大家放輕鬆 在座也多也離學 或者是學生 或者離學生期待不久 我們看就是一個分享 這樣子的兩位同學很勇敢的 到了遠地方去做這事情 為什麼要fight bother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做這一次 還是我好羨慕你喔 去玩 是玩嗎 好這在個人成長上 在你知識成長上 在你身為一個原住民 這樣的一個意識上 這樣一個身份上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沒有 好就是我們 他們幾位就來分享 那分享的一定 總有一些部分 會跟你個人有一些呼應 有一些相關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樣一個態度 來聽聽兩位的分享 然後大家也可以說 我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你這邊不能夠打動我 或者我覺得好像打動 好像碰到有點隔絮搔癢 為什麼 把你的腳都帶出來 我們大家來談談看 原住民需不需要到海外 原住民應該去海外 為什麼 去了海外 so what 我們來問問自己 然後問問別人 然後如果要去的話 機會在這邊 這是我的貶結方式 所以就請大家 就是我們今天有一個分享方式 你也可以看一個個人的成長 你也可以看一個知識的成長 也不要是知識 說這樣子對於部落發展 或者都市原住 或者整體原住 你有怎麼樣的一個刺激 我們講正面也許有一些幫助 或者我們至少給一些新的想法 這樣的機會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兩位講者 這每次都是考驗我的發音 你們兩位有談好 就馬爛先講 所以我們第一位的講者是馬爛 Sawai 我唸得出來嗎 Sawai 我有寫出一封 第二位是 他在這邊 他目前是正大新聞系 新聞所的博士候選人 那他是 我就唸一下 雖然好像有寫 雖然他在新聞系唸這個主題 他是希望跟父親這邊學到 抓魚捕魚殺豬殺牛 跟放陷阱的各種技巧 為什麼不可以對不對 當然可以嘛 新聞博士當然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他是用過圓民會 大概是2012年的 是不是的那個圓夢計畫 那他也有別的 也後來用到世界南島嶼的計畫 去了薩摩亞跟北京 所以他的意念滿清楚 那當然 那這跟他原來的部落背景 因為他畢竟要抓魚 抓魚 跟島嶼的抓魚 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個人是活的 各方面的自己 怎麼樣成就他今天 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第二位的 那他待會我們先講 第二位講的 我先介紹一下 佐薩南諾 在這邊 不好意思 剛剛有看到 那是花年鳳雲鎮 中心部落成長的 剛好 你們兩位好像都是 馬泰安部落的年輕人 那中心部落很妙 他是因為我剛好 有一個朋友 他們搬到那個時間 對 所以他跟中心部落 好像我現在有點概念 是馬泰安集體 有一個少數人 可能是集體遷移到中心部落 那是清華的人類所畢業 目前是台大城鄉所的研究生 然後有過一些訪問的經驗 那包括2012年也是拿到 原民會原住民學生短期 出國研究 這樣的一個輔助 就很像現在的 圓夢計畫的情況 那他去了哪裡各位猜猜看 你們如果看了影片 當然就很不猜 他去了南美 南非 所以南非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可能忽略了 比方我們會把台灣原住民 一直跟南島連結 可是原住民從來沒有被限制過 好 那這個路到哪裡 人就到了哪裡 所以也到了南非 南非的這個路 其實跟龍跟隊友有關 好 這個阿美福的故事就很複雜 好 上看他待會要怎麼樣分享 那我就不多說了 他們兩個都有各自的主題 也在我們的文宣上面 我就不再重複 那我們就先歡迎馬蘭 我們第一位獎者 來 來 謝謝老師給我介紹 來我是馬蘭 剛剛老師講的 今天就抱歉 抱歉比較清楚 還有這個方式 我想帶他來 各位這時候 因為 因為 用起來就是 想說的 因為我會講的幾個方向 因為當初 因為成果 突然起來 還入獄的時候 大綠印像 剛好是介紹的 之前設計的 為了運動計畫 出去玩 而去 南島的計畫 不出去玩 所以 所以我一開始 期待的資訊 我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拿了正國企業 出去一直玩 一直玩 但後來看 海報上面 好像要寫到 我現在因為 對研究者的角度來 分享一下 這讓我們非常的緊張 因為 人生 小心 做什麼研究 所以很難 從他邊去講一些什麼 但我還是希望 從一些出去玩 一些經驗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會有個 有救 或有所謂 對我的想法 會想到這些 刺激進去 會感動 就剛好介紹的 我是兩隻 華麗馬蛋 或 當我提到 我想跟我爸學 那些 是我爸的話 他一直在那邊教我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大家應該在小學 那個 作為 作為 作為提到 為了爸爸 我還記得我小學 那三分寫師 也是作為寫教研究的爸爸 然後我在裡面 就寫到我爸爸的期間 就要抓了影片 電電影 然後就叫導師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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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 從來 自然這個 人生 作為提醒的事情 但真的 從找到 她真的 無法 她會電影 或者抓鳥 撞我 扛你 但這件事情 她很少教我 這是我個人 對我們比較可惜的事情 雖然說 她 她都帶回去抓過 她 直在風雨大陸近 去抓我 然後 這是我的一些經驗 然後從這邊開始談起 其實我要談的一件事是 不過我的一些職業生活的經驗 或我的一些學習研究 為什麼會讓我去 選擇去 所謂的難道 不管是被截殺 簡單分享一下 這樣是研究 所以有可能要跟大家談笑 我的過往研究的背景 我大學的時候實驗 就算中華大學叫做文化大學 因為他會健康最好的 職業主學 教訓家裡面還是教訓家 然後後來到 大學是因為東華大學 民主裡面有創作學習 後來畢業以後可能上學就所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考慮 因為監工面試 所以這樣不管念書就好 剛好之後 2007年大概三月 我對我需要一些工作 所以後來我新的時候 在2007年去了一區裡面 工作半年的時間 到八月九月後 我再辭職再回去念書所 住 所以講實話 在我到鎮大來 修課之前 上課就 是大學的 其實我大的生活經驗 都在華臨 因為東華 在做什麼 我家在公務 所以其實很專精 所以我知道 上博士誕奏 開始學習 其實我在歷史上 我到現在還會習慣 很多事情 但有趣的事情是 我是從2001 2002年就像我 開始 2002年 2002年 復學 這幾乎到現在 已經2015年 超過十年 十九年時間 現在 以我的理據 所謂文書人 闖過 為什麼會 討論 會有開始 離這個當作主題 就像我剛剛前面介紹 我沒有大學 是純心 所以我對於最起初 開始是議題 要接觸 了解 或是到文書人台 來做簡單的 半年的文書工作 雖然說 每次出去跟大家講說 我在原室工作 有幾個問題 有不好的事 因為 算半年的工作紀念 在業界不算是 然後講實話 我後來會 開五大文書之類 有一點 待不下 在原室工作 這不是人的問題 而純粹是組織的問題 因為205年 新年 原宿明天台 才是剛好從 公司轉到公司 原宿明天台 是205年 所以我們成立 一開始是台式經理會 去整辦 去製作 後來轉租到東盛 再後來到2007年 才到東監視 所以我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那後面的 處理所 會有的存在 人身不穩定 然後一些組織制度的關係 使得原宿工作 變得更是讓我們 的影響 真的是相傳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面有在 這邊做的 當年 如果我們記者會發現 一些問題 後來這樣 帶下去 有像一些辦法 他的現實原因 是因為我剛說進去 是先 約品一公 薪水哪個 實際是2萬8 但實際哪個是 2723歐 我記得都要不見到 因為身體避免 這個工作 才能解架清楚 所以我們方便 是因為是約品的關係 約品就沒有年假 沒有年中獎金 許多的福利不好 再加上 自己真的反正下去 好像他組織 有點問題 好像 有些事情 因為他具體解架下 所以後來決定 之後他過去那個書 所以想得到 他媽媽決定 民主發展 所以也導致我 的碩士認證 其實是刷入住民 大陸住民的 短片政策 這個就說下來 比如說現在 即使從大學到現在 這時間的時間 其實台灣的傳說 原住民傳說管 的經歷也不太一樣 最少在台灣 我們談所有的原住民 的時候 最少是台灣 都成為 他要在阿倫的藍典 1909 39萬年 後來一直到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5年是 原住民電視台成立 後來2005年 花蓮也有用 很多電台 才能用公立電台 所以 聽到還有一個報告品 但後來 花蓮資料上 不講話 不講話 是有這些 以原住民當作 原住民主當作 對相機公圖的廣告電台 在台北還有原住民電視台 在台北還有原住民電視台 比較大型的電台 叫做台北電台 所以台北是正式裏作的那個電台 另外有一個AM的頻道 是叫做回彎 到興趣可以提供 他也提供 不信任住民 許多的節目 最短短的四十幾年的時間 台灣的住民體 從之後來一間下面的 我相信不會接你 或者是電台 多了 甚至連所謂的 不信任教育語的 裝扮也多了 我當初之後 東老爺 不信任學院 大學不是兩個系 一種類型 傳播給新年來的 也是主人化學的事情 可是這幾年 因爲一些 人生不浪漆的關係 他也誠實了許多一些傳播裝扮 一瞬間 除了動畫以外 台灣有這麼多嚴重的傳播裝扮 不講的是傳播 還沒有算其他的光光 做其他類型 總之 在他兩年前 開始是實驗的工作 在宜蘭市 國光大學 他也有一個 傳播裝扮 來北是新 新竹是學長 這邊還列列的是彰化的大學 大學 在高雄市 除了今天 好像我們的民軍傳播失誤 好像重複發展 過去之後 他有一個電台 現在是我們今天 不只電台 還沒有電視台 甚至一些平面媒體 大家也持續 就網路上大家一起做 哇 原住民專班 十幾年前之後 東老爺民院一個 還被學校說 只可以簽過 現在不然間 又這麼多民軍傳播專班 所以民軍傳播失誤 好像有這麼大的變化 其實在我這邊上面 其實對這次 一直感到一些好奇 所以想想 然後再過我們這邊 這邊上面 就常常想說要 出去吧 然後我大概分享一下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雲蘭的計畫 我去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澳洲 個人武器 後來南南島 就要跑去北極 對莎莎亞 先談談為什麼會去澳洲 跟武器 因為我老婆在澳洲練習 當然是另外一重的原因 但是另外在所謂研究上面的關注 其實很有趣的是在台灣 在台灣 在台灣或台灣傳播音體 通常會看的五線 大概就是在家裡 因為這次 這是柔國教心靈的 真正的歷史 就是一體電腸的心靈 所以當然經常 都會拿 人家裡澳洲的經驗 都會從裡面 提到台灣的場法 於是女西蘭跟澳洲 會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 武器蘭跟澳洲 會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 在除了北極上面 從天台 大概層次非常優秀 後來做了兩台 另外一台完全很好 後來最近澳洲 也是因為 武器上是常常到澳洲 有想去我們的媒體 所以當初 螢幕計畫 會選擇 紐西蘭跟澳洲 就是 在學術上面 所謂海包上面 要有一個 就直接講出來 其實是海包 大概是這個原因 因為是你體面上看到 所以後來一起去看看 那你的情況怎麼樣 那那個 大家想就是 有人想成正確的 已經可以治療了 可以治療了 所以我後面的分享 大家也是去這些地方 看到一些現象 或感覺到一些現象 來去跟大家做個分享 這張圖是我第一次去澳洲的時候 在他們的首都 大家知道澳洲首都在哪裡 大家不知道 因為大家經常看過 進去澳洲首都 澳洲首都是坎貝拉 所以坎貝拉 是一個非常無聊的地方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一開澳洲的海關的時候 我剛剛用來 我看出鏡票 上面看我呆的城市 在坎貝拉 他以後還問我說 他跟 如何 我說很無聊 他以後就是對 非常無聊 所以我去過坎貝拉 大家可以知道 坎貝拉大概就是兩種人 一個叫公務員 一個叫學生 大概就沒有其他有趣的事情 沒有什麼想見解 所以因為 這邊是政府的首屋 所以這邊有議會 會相當的這樣子部分 這個圖其實在 坎貝拉的議會前進的 超級商店裡 還到了 澳洲就住民站在那邊 做一些抗爭 來搶敲特異 大家最近 已經關心到一些新聞 西澳洲的住民社區 要被親愛之那種 也要感受 他們在上一節 在七澳多四十八十下 大規模的思維遊行 希望政府來 面對這些事情 和見到這些事情 因為表面上 我們常常提到 好像是 一常是台灣 在做的 當作榜樣 或對象的國家 他們在很多的 資助上面 或法規上面 好像是做的 都比台灣來的先進 非常的有效果 所以我希望 或是當上的政策 沒有能當作台灣的參考 澳洲就是一個對象 但我曾經看過 不少的文獻說 澳洲的多人 其實是一手 除裝飾的多人 常常在一些 壯樓場上面 他會把人儲存出來 在所有形式上面 會把人儲存出來 在法規上面 可以進行很多的照顧 但如果 你去澳洲 看過一些現實 像澳洲的儲存 進場 還甚至沒有 當然如果說 在澳洲人口的人 知道 跟台灣差不多 雖然說 如果大家常去 跟我去澳洲去 去玩 你可以在博物館 看到有好演出名展覽 或者在一些相關的 演出名展覽 像我前一個月 跑去澳洲的 烏烏烏烏 我第一個 比較愛的事業 大方電影 哪一個在世界中心 浮完愛情 一個很大的事 現在是沒有好演出名 演出名展覽 你去那個國內後面 你可以看到 在歌名的說明上面 說那個主題是澳洲 曾經跟澳洲的演出 去公館 澳洲的公館的所有的方式 去自己 可是你在裡面 這個裏面 看不到什麼主題 看不到無功 看不到具體的在哪個地方 我後面澳洲會有 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澳洲的經驗 大家對澳洲 跟澳洲的比較好的回憶 希望大家相信 甚至多 但不管怎麼樣 後來我在用 GEMO就要去的時候 在2013年的年初 我去的Purse 我去拜訪一位老師 就是因為在澳洲做一個主題 傳播的工作 然後透過他 我去上次後來當地的一個 文主名廣播電台 這是廣播電台的內部 那電台是非常有趣 算是一個社區電台 但是他同時做過很多的 當在裡面 他跟他後面 所以有主題高中生 他們其實是電台的人員 有跟附近的高中 高中做的工作 讓高中生 可以在高中選修 或者到電台做實施 甚至提供一些電台的人員 甚至除了廣播電台的 節目表現以外 他還有作曲的攝影棚 在他的網路上面 做出一個效果的工作 這是澳洲的廣播電台 而這跟台灣的情況 又不太一樣 像如果大家去關心 台灣的文主曲傳播 第一個提到的 其實會是 文主曲電視台 他是一個非常鮮明的 跟想像的作品 而在澳洲 文主曲傳播 一般發送媒體的發展 一開始是從廣播做起的 甚至澳洲的廣播 發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 網路的概念 叫NIRS 那個概念就是 譬如說澳洲有很多的社區 網路電台 他可能一天的人力跟自由 做不到整天八小時的節目 他只做了兩個小時 但沒有關係 像透過網路傳送 或是微信傳送的方式 可以讓彼此電台的節目上去 流傳 於是 一般的兩個小時 節目就上去 同時可以在網路上面 拿到其他電台 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的機會 於是可以讓你 讓你斬折社區電台 能夠暈下去 這種分享 非常有趣 非常簡單的概念 這是澳洲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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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發生的問題就是 這個分子仔後來運營的公司 開始形象上的話會被批評 但當我後面講講 他還是出行合作 發展出來的 然後當初NIRS 澳洲的網路電台 NITV成立的時候 其實對許多澳洲的網路電視台 其實是蠻一樣的事情 因為這個絕對現實電視台 成立之後把他們的電視頻譜拿掉 他們原本可以透過網路分享 在這邊上做一些節目的時候 那一個頻道也對國家拿去 給了NITV去做 所以當地的人就 必須要講其他辦法去 買出他們自己的學習 因為部落的學習跟全國的學習都會 事實不太一樣 所以當他們想要讓部落的一些運動節目 娛樂節目 我寫小小新聞等 想要讓我分享的話 所以他們必須要另外找出路 有時後來像是透過剛剛提到的 網路的分享什麼事 後來在網路上做一個有趣的演藝品 叫INDIG2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次品嘗一下 你們就非常看到 許多的 高中英當地的學社區 去提供一些有趣的短片 他可能是在一台攝影機 或者手機拍的畫作 再拍核音裡 有一個人在那裡 但是在這種畫面 大家可能覺得那非常之不良 對於當代的現代的電視模式 來看可想不良 那某方面 這方元素也接下來進去過 來講那是一個回應 那是一個接種 那是一個分享 其實我們對於電視的概念 或是一分別的概念 其實需要正常的 有上一下去思考 我們需要這樣子的問題 這是我 要做監察去想想的 然後後來在當時的羽毛計畫 我也申請了 我現在順便都到澳洲 順便去一下 玩玩玩 因為現在是世界上的 我去的地方 不過在女性男 因為我當初 聯絡很愛的老師 才一直支持 沒有辦法回席結尾 後來打談到 當時我真的家長去世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 一些外人的卡 所以 因為被老師聯絡 我就沒有去 總之我在女性男 一直玩 一直玩的過程中 我突然看了一堆 馬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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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怎麼還來 大家知道澳洲 欸女性男 有一個住民館 叫什麼住民館 叫什麼住民館 澳洲女性男 女性男有幾個原住民主 澳洲跟女性男 雖然雖然是我們經常談的對象 但澳洲跟女性男的原住民的情況 跟我們完全不太一樣 澳洲跟女性男的男子女 不太一樣 我剛剛提到澳洲的原住民主 人口數 比較在澳洲的學復的 大概2%左右 我是毛利人 在女性男大 在百分之十幾 當你可以想像的事情是 當你的人口數到達完至十幾的時候 在政治上面 他是非常重要的選票來源 因此在紐西蘭 你可以看到許多的政策 或相關的教育 文化上面 毛利的文化會選擇 做準於其他國家來的那麼好 搭的原始在於 他在人口數的頻率 其他人要注意多很多 這是文化 但是 我在 尤西蘭縣成了一堆的馬來海 剛剛 這一個馬來西是在 尤西蘭的區域號 就是尤西蘭的毛利主 跟尤西蘭政府做了一個 為當地的合約 大約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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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合約當初在這邊 簽訂了 所以這個 這個園區裡面 就保存了當初 簽訂的部分 跟相關的一些 照片為你記者紀錄 有趣的見證是 剛剛提到那一個合約 是尤西蘭跟澳洲 是純印度的法制 然後習慣清潔的 那個概念跟台灣 等等 但是那一個合約 我在那邊去的時候 就跟我們兩天 注意到 在尤西蘭的教育裡面 那個合約是 大家其實都要去念 像我合約的朋友 在尤西蘭打律師 然後說是他們律師 在修所的過程中 這個條約是他們沒有 不管你選擇 哪一方面的法律專業 都需要去看這個條約 去理解 為什麼毛利人 跟女性人 這樣發生什麼樣的 解釋上面是差異的 因為在條約的東西 很會編寫 一個是英文 一個是毛利文 所以在彼此 對於權益的 土地的組織上面 這個詮釋是不太一樣的 而這個爭議一直結束 到現在 許多的抗爭 或者是土地證據上面 都不需要回到這個條約上 去做的解釋 所以在教育裡面 或是法院的專業原產 都需要回到這個 然後去看 然後去有些人 被看到 不斷的 在國務館 甚至在學校 都會看到 他們都馬來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前面我提到台灣的民主民教育 最高的教育 最少甚至東華大學名院 後來這兩三年都會學過 學校的民主教育 可是在 紐西蘭 或澳洲 民主研究 一直支持他們大學重要的 研究領域 你去看 所有澳洲 或紐西蘭重要大學 都有具體相關的課程 或學習 像四十戰警線 你可以看到 左上角是 他們 為大家想用台語去提到 奧克蘭大學 所以我覺得 裡面就要拿來 入面設計 奧克蘭科技大學 中間這兩個都是在 一個是奧斯特蘭國務館 那相當一個是 哈卡 再來 然後 因為下角是 中間 因為那一陣子 都要從 奧克蘭 一路做 長途八十二到五 在中間 都會有些事情 所以看到 他們那時候 在辦一些業務面 一些事情 業生 會穿著 毛衣術專業的事情 在參加學校成業的事情 所以在 女校園發行 最相信這是 一個公表的一樣 這是體驗 美國認證 這是另外一個 在紐西蘭 寫上面的學校 你就會看到 在紐西蘭 民眾研究實際 給大家非常關心 就是非常在意的事情 至少在學校裡面 很多話都會上升大樓 經歷去支持 所以在學校園區 裡面 你才會看到 毛衣術專案 所以我剛才感覺到 一件事情 這段臺灣相當不一樣 對於 原住的教育 或原住的議題 的 原住的系列上的 短季 這兩三年長 所謂專頒的成績專項 主要是 原理會在 102年台時 有一些政策的輸出 當你學校 系所成立 原住的專項之後 最高的一個月 都會成績到 一百萬的經濟 所以現時現在 你看到 原住的專項 實際都是私立學校 大的原因 有可能性的經濟 讓開玩 只要確註學生人數的關係 所以 一定能成績專項 這些比較不一樣 大家跳過來 但你有興趣 這次就比較有受精采 大家可以去關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要分享一下 後來一位學者去 北濟跟薩南 那為什麼去北濟跟薩南 實際有去的一件事 是 大家在台灣 他們這樣看到 南到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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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說台灣是 南到羽族的大陸地 去我在小學 那這樣才知道 我會到災天 找回就會去看一下 大片的情商 或者是自己 會不會跟我們平台一樣 或是有趣的地方 那後來我會選擇 北濟的原因 是因為 大家看過 《儲存的世界》這部電影 還出門秀 裡面精彩 一段的滑船 要討往的地方 就是北濟 北濟的赤紮 在歐美裡面 非常出名的游勝地 尤其是美國 許多金人 會選擇 附加國際區域大西地 多了 就是北濟 這是非常有名的游勝地 甚至你去水晶的時候 他們的國際機場在哪裡 他們的首度在蘇法 當你降溫到北濟的時候 許多汪惡先到國際場 然後他就往旁邊的小炸 然後就往旁邊的小炸 他們不會再到北濟本到來 北濟本到來 因為北濟的小炸 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而我只是在整個濟本到來 這樣 不然倒是我去不起來的地方 這樣 講到北濟 讓我印象深刻 或者是感覺 剛剛一開始想起 太一樣的事情是 他們的出去關係 在2000年初期 其他場面情緒發現 北濟的政治局勢 北濟的地獄 經常發生所謂的政變 而政變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出現的 互動或衝突 北濟早上 後全界的股數 大概變成暗淡 高高50%是所謂的北濟人 另外 48%或是 19%是印度一等候 這是早些年印度的情形 時候 因為有的關係 把印度的 當成之地上 拿到北濟去做什麼 反射 所以在人口出商店 北濟的不在那邊 但那其實是 自己的原因 但是印度一等 於是在他們族群上面 政策的族群 經常發生許多的情緒 而我的經驗是 在一些大都市裡面 你經常看到 商業人口 都是印度一等 你在街道上面 又看到一些商店 會很多是印度一等 商店或印度菜 或產品 因為是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在階級上 如果你有階級去理解 你會發現到 印度一期這樣 比較多的商店 商店的存在 可是在國家 認同後 商店 他仍然還希望 會有北濟進去 所以過往 發生正列領 這次 現在過去北濟 他還是在海邊造成 就像說 我剛剛前面介紹 在台灣 例如節目上 我們一般出場 這樣把北濟當成 一個漂亮的高光小島 但事實上 我們盡量 人們可以把北濟 所謂的 原來是發展的國家 他還需要很多的事情 去提供國家的發展 這某方面 也反映到他們 現實的不同 多管的現實 對付 這是我們要聽 這是在機場 拍攝者 投票手 他鼓勵大家去投票 因為北濟 在2014年 在2014年 發生了陣陣之後 正常到30年 算是幾乎 進步是平反 後來增長 軍方司機 跟那些政治司機 來做協商 已經在去年9月 做為一個民主的大學 就是 因為去年10月去的時候 他們還在 存在那次的大學 所以在機場的 位置上 看到他們可以 大家去登機 然後 然後 剛剛請人介紹一下 自己的 傳播 情況 因為最近不是做 不然新鮮不斷 不過傳播的好處 就是 你到每個地方 都對比所有商人 被一直看電視 因為 你究竟一下 還沒試試廣播 看那個有趣的事情 北基跟薩摩尼亞 其實在 南太平洋 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他們的市值 非常地高 九層 上市有很多 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北基算是 小小的 他報紙出現 我們卻是這次 公司跟英明 做報導 同時看到北基里的報紙 你可以看到印度里的報紙 這也可以做 在這樣的寶貝電視上面 我看見其中 非常的有趣 因為一些 我只知道 因為有大量的資源投入 所以他們並沒有 好的電視台 許多的這些節目 都不需來自 紐西蘭和澳洲 所以你在北基看電視上 在新聞節目上 也要來自澳洲 的新聞 或甚至 紐西蘭的新聞報告 大家都結束之後 他有一些 短暫的支持的節目 用來印度里 或 演劇 能做的比較充潔的 當地的報告 然後再來就是 來到 薩摩尼亞 過去薩摩尼亞 原來有原因就是 既然有多體積完去北基 那我去嘴基 周邊的回家去放放 而選擇北基 其實有 在移舊上面上面 有趣的見識 就是 大家經常會把北基 挺成是 也讓尼西亞 跟 另外一個 波尼西亞 另外一個 波尼西亞的交位處 所以在傳統文化上面 它是有這樣的交點 而在整個海洋上面的 跟特別上面 北基在這裡 所以在長遠的南島 在我們千辛上面 或 或我們 南島上面 北基 一直都是周邊 非常重要的中心點 所以選擇去北基 也有這個原始 它一直上面 它有重要的事情 甚至在現階段 能夠比較 傳作文化的話 雖然此次細節的 十字網路的體積 都要認識 透過北基 透過北基 對北道的影響很大好 在網路裡 在捨立 建築是非常大的 其實我今天來分享 是有的 特別是青鵝 青鵝在甚至分鐘內 不要讓大家睡著 但 好像學習上面 會習慣打字 能分享到的比較偏向 所以學習性的介紹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開日 可以站起來坐著坐著 其實我今天是來看巴薩的 好 後來 後來去個薩摩亞 薩摩亞 大家就跟這兩個大島 其實這兩個大島加起來 大家跟台灣回答 台灣會很大的 氣氧 地方很大 再來就是社會的 美學薩摩亞 西裏片座上面 現在雖然就是國一名國館 但人口的氣氛上 只是很一樣 只剩下意識的消息 導致 民政權不代表 那據小島 他是要物品的其餌 全要大概一百公斤 放下海面照顧 這塊喜歡 請大家不要再追蹤 推翻一下 然後北... 北京跟上面 有給我最大的差別 是整個社會或屬於 或環境的不同 我剛剛提到 北京其實 它的租金方面 主要是鐵基人 跟乌獨裔 它的都市 其實非常的都市化 所以給我感覺就是 北京好像還有一種 殖民的 有下的衝突 在進展面上傳不出來 我想是乌獨裔 跟北京人的租金 而在薩摩亞 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薩摩亞 九成像是薩摩亞 他們沒有其他台灣來的租金 所以我方面 他的租金的租金 在他的動作 甚至看起來好像是一種 淡淡的輕輕的回憶 不過我曾經被自己 感情這段的影響 會還不錯 然後再接 殘廠 或是修完的時候 其實我最喜歡 最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是 巴斯大大事情 就是隨機的 或是有利的挑戰當地的 巴斯 然後到處去 跟巴斯到處去動 因為 多國巴斯也是這樣 你可以在他上面 看到一些人民的互動 然後甚至去看一些 多國巴斯的帶來 跟從大陸市 走到鄉村 或是更多的地方 然後 上面的巴斯很長 這個叫做木頭巴斯 你會看到 在巴斯的這邊 幾乎很多都是用 很多裝飽品 紙上用的條板 然後有趣的事情是 幾乎是所有的司機 都會用自己的這個方式 去裝飽他的巴斯 像他有種S長期 有人放來大隊的品牌 放大隊的 接著照片 然後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巴斯可以放著非常大聲的雷鬼音樂 讓你懷疑他在哪裡 可是雖然說雷鬼音樂 有概念是上山的阿里 這最大陸去的事情 這有可能是 過往的事情關心 你能夠放過 有些人把雷鬼音樂 來過去 不管怎麼樣 你在幾乎所有的 上官的巴斯 是多個音樂的像是情況 將會有巴斯 聽得非常大聲的 上山的大陸的音樂 慢慢有趣 然後再來就是 在上山移動的時候 有一天剛好是遇到週五 所以在我開車 給我的主持人 才能去移動 在看的時候 在街道上 那一天 進行一天 早上看到許多的村民樂 也就是一個村民村民動 不常大家都在路上走著 為什麼 要去教會 其實我是路上開了很多 很多的教掌照片 剛常一個社區 就會出現三個交代 常常就會看到 村民的朋友 是很不同的衣服 像一些比較嚴謹 會直接穿白色的衣服 有些就比較明明的術 都算是居家的大包奧利 去講過 你們會看到 禮拜天的床上 大家就瘋狂的要去教教 就去做 做得不大 什麼什麼意思啊 這某方面 滿意在他們的電台上面 上面有取出的很多電台 其實是叫做 還你支持著 旁邊都會去教 一些電台的資歷 像是禮拜六 或禮拜五 就常聽到上次的服務 都會取出過一些禮拜的早日子 就是被捕捉的 然後再 不好說上下 不好看 你看旁邊在哪裡 因為其實他們來的時候 我又是願意去 辦訪了他們當地的 最大的報紙 是他們的觀察者 然後右邊是他們的編輯 左邊是他們的基層記者 基層記者其實是有些人 但他長期在 基底 就是基底 往常在太平洋移動 他後來再回到上面 一大的事情 之前 讓他們當記者 所以我外面去做一些 簡單的採訪辦法 跟看一下當地的情況 後來請問一下 大家知道 在整個太平洋地區 或是南太平洋地區 最盛行的連影 盛行業嗎 假設我們 傳統的電視廣播 跟報紙來講話 哪一個是最怕不容易 廣播視頻 它還有它的 news 炸彈 因為做廣播節目的成績 比較低 也透過無線頻道的播送 即使在微調的方面 也能夠用別的方式 繼續傳送 所謂的廣播節目 再來就是電視 但電視節目在 不光是北京或沙尼亞 沒那麼好看 是因為電視產生 是一個到我們看的 期間 你不需要大量的 資金 大量的技術 所以我方面 不是那麼多的盛行 再來就是報紙 報紙 報紙在 雖然我剛剛提到 北京跟沙尼亞 有事實力非常 大家都看到自己 可是很大多問題 是他們很多 許多的人 找到一些片 副弱 於是報紙的發送 其實這次的 很辛苦 無法在故事做之後 再當地 寄送到 遺島或者 落石整地區 所以報紙的傳送 並不像 所謂的廣播 那種方便 但是他們還是有 許多的報紙 會選擇 三四間的報紙 會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要談的一件事 是最近這幾年 整個太平洋地區 大概在2011或207年以後 整個傳播的生態是改變的 這是在上來的 撒撒暗影的另外一個小小孩 我去拍的 因為在宣傳市場裡面 非常大的看法 這些東西 蠻手機的 再來 大概2011年之前 是給今天 薩諾亞的手機公司 大概只有1千塊的戰場 所以當然很容易去把 手機的價值給拉高 動耗率拉高 可是在2011年之前 開始政府開放的 這樣子的市場 北京跟上來都開始 2千塊的 手機通訊公司進去了 所以 非時間的情況下 剛剛開始把手機的價值 降低 開始找動耗率降低 於是在過往年的環境裡面 在2012年之前 不論是北京或是阿妹亞 其實電話的困局率 非常低 因為世界有限的 有限的話 就需要正常提供 大量的基礎建設 大限 才有4千塊 可是因為 剛剛提到 那是北京上面 得證是很欣賞的 大量的資金 尤其發展的 像是點多在通訊這部分 所以許多家裡面 有欣賞裡面 有4千塊 可是突然間 因為 通訊國次進去的關係 手機可以有上網 方便了 大家突然間 有原因去買了 手機 就可以透過手機上 再次看到一些報告 然後 2003 2002年的時候 Facebook 用戶 增長率最高的地方 都在南大量 我隨便就平定 對數據上面 這就是因為公司 緊急的關係 我無視界的是 另外一間 在薩蕭亞的 合作公司 然後拍這邊 最後 請給大家看這件事情 結果會想在薩蕭亞 來吃雞 看一次沒有找的機會 薩蕭亞這種吃雞 真的非常熱 我老婆有一個朋友 是薩蕭亞的 然後他老婆 是在薩蕭亞做吃雞的人 然後因為許多人 都想要 或是年輕人 或是工作人 都想要吃雞 比如是傳染 或是裝吃人 他們都想去打的吃雞 但是因為吃雞 他們手上都沒有附著 謝謝雞 所以是他們經常 會送不出 給他們的吃雞 所以導致那個 我見到鳳梅 的老公吃雞 是現在家裡 一堆的小吃雞 跟一堆的大吃雞 都是用吃雞 不好意思 這件事情 常骨快速的結論 大家就會有 分享到的一件事情 其實除了數據之外 因為我真的有做理由 真的有到USB去 現在我們就過來 找一些資料 USB的太平洋 眼鏡中心 手術管理院 管廠這個延長很多 但有點麻煩 因為USB的太平洋 手術管理院 太平洋 眼鏡中心的管廠資料 校外人士進去 必須要申請還要付錢 所以花了一點情形 登記成這樣 那裡面 那裡面有許多 很帶平洋的資料 去幫大家做研究 然後回到我這邊的話 有時候可以 剛老師有提到的件事情是 有沒有需要去圖外做什麼 或圖外可以想像是 提供的眼鏡做什麼 我個人的想法事情是 沒有人的不一樣 不過我 在東華阿圓明醫院 對我來說最大反術就是 在大學之前 即使我受歡迎念書 我身上常碰到的 有處女主 或是阿美主 或是不能做 或是德國 有時候用醫院之後 也是一間的處群 從三組突然間變成 新的美組合友 於是我個人很輕易的 去了解 或接觸到不同的處女主 的話 當然去理解 去認識 我所謂文文化的 這種理論上的概念 其實在東華培養出來的 是你去USB 或是我剛剛提到 澳洲或米西蘭 他們 因為澳洲跟米西蘭 他們提供 許多太平洋 導致非常多的教育上課會 許多太平洋 異區的人 多年輕人 極惡到多 去澳洲跟米西蘭 去面書 因為學會是經營一代之類的 所以在他們演出的東西裡面 或學校場面 經常可以看到 來自不同的家 為 愛人和場所 於是你也可以 奇異的在那邊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話的背景 了解他們在相識 所以如果你們聊進去 理解到 他們有把心發生的事情 原始P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雖然說他在不同的樂部 家中有社會混淆 但最大盒在北京 在處長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甚至緊張 我非常建議大家 對於群組 就有興趣啊 可以去原始P 去那邊大概一個月 那個月也好 其實你會特別專注的主題 去住裡面 忘記去 因為在那邊很容易 就可以去找到 一個人感興趣 才會提供更多 刺激的想法 對那邊的人 因為是幾乎 很快的養養的人 都會去那邊出 你能力提供到不同 非常所謂的 難道地主 長的大概念之下 裡面的光臨性 是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建議 可以讓大家去 當然除了原始提供 有機會 一萬小時 就能夠去夏威夷 因為夏威夷的東西 其實就是 我們在討論 覺得是非常壯碌的地方 但是有機會 把原始至正式 好地方 到學校 可以去讓大家去參與 所以剛剛 今天 到我的機場裡面 因為我當地的部分 都要幫大家去 這樣 鼓勵去申請 其實不難 大家都非常擔心 申請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申請 都是靠運氣 甚至我的英文不好 我這輩子投過一次 日文的檢定 是我的碩士當去考 投影 再考550 好 好處就是 雲雲會員的元末 跟難導 在資料搜集上面 並沒有英文的限制 所以你不用擔心 人入能力 先去 反正出國 能夠記得了 海關出外海關 很累的東西 吃 接下來 交流 不然你會先透明語 去交流 信息方面都好 過去 然後去解決體驗 都能達到最低的要求 當然你要修復 那是通外的 但是 我特別想要 阿伯的經驗是 不要把英文當作 很可怕的門檻 然後不擔心 是很擠急 我的經驗是 我的英文真的很操當 把自己去體驗內心 先看到一些 很方便對我的 一些研究學生想法 非常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謝謝 下午的歡迎 阿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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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台語 阿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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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itud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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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岛 中文字幕志愿者 ち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後 咱们就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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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们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旁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就 不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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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一部分 我们同时 他们之前 发展的发展的 黑柏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後呢,他們在當地呢,就是長輩他們在兩千年的時候,兩千零三年的時候,成立了第一個就是台灣人住民北洲發展協會,在南非的最下面一個港口叫Gurgan,然後2004年的時候呢,他們第二次的就是舉辦了豐年紀,然後在一個地名的地方叫Rustiana,然後2005年到2014年,這麼長的時間裡頭,他們就沒有再辦。 我就問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沒有再辦這個豐年紀這個移籍性的呢?然後他們說,因為大家辦完兩次後,覺得那個距離太遙遠了,每次要參加豐年紀就要開了將近快一千公里的車程才能過去,所以對他們來講就太遠了,所以就覺得不方便,所以他們目前為止呢,這個發展協會就是辦過兩次的這個移籍性,然後這個傳統一道呢,就是他們也在這個豐年紀裡頭啊,就是這樣, 第三代的小朋友可以學習儀式啊,射箭啊,編織這些,然後他們這個協會主要就是幫助就是說,第三代跟第四代的仿佔的娃娃,就是仿佔的小孩,可以在這非洲島群他們失落的文化,然後透過這樣子的區會呢,就是他們的傳承,然後這個,當初這個協會呢,就,就,目前為止就辦過一次了。 然後這張圖呢,就是,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就是1970年代他們出去之後啊,就是他們是中心核心,就是這個部落教會啊,就一直跟著他們,就不管他們從部落離開,從花蓮,然後到了北部西部,然後最後離開台灣,就是這個教會的信仰啊,就是都沒有改變。 所以他們從1970年代呢,以打零工開始,從原鄉,然後那時候還是算在底層,就是對他們來講,他們的認識,然後1975年,他們開始就在,出去原鄉之後,離開原鄉之後呢,就是成為那個受戶的勞工,然後1980年代開始呢,他們到了非洲,從賴索坡那邊開始呢,他們受戶於自己這家族的公司,然後1990年代開始呢,他們自己開設小商店,然後1999年, 到目前為止,他們就開始創業,所以他們的社會階級呢,也不斷的向上流升,現在呢,就是綁在了長輩啊,他們有一些人已經是,某一些城市裡面的那個商會的會長,然後這個會長的產生呢,就是後面也有一段故事呢,我覺得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然後,等一下可以分享,然後這張圖呢,就是要跟他分享一下,就是長輩他們,其中一個長輩呢,他在南非,南非的這個家啊,就外面都還有游泳池, 然後還有很大的廣場,就是他們都可以隨時這樣子玩,然後,過去呢,就是有問他們說,你們想,想,可以想像自己,還沒離開台灣之前,可以住這樣子的房子,他們就說,沒辦法想像,因為他們說,在台灣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白人都已經做完了,白人就是那個漢人,白人,就是壞人的意思,這些漢人呢,都已經做完了,他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們要做呢,也沒辦法做,所以他們就覺得, 他們到了非洲之後呢,那邊,當時三十年前,有很大的機會的開發,所以他們就在那邊開發之後,就是買了這個,呃,家和地,所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質,然後,你不要看,雖然這麼大喔,可是,這些價錢,你可能台幣七八百萬,就可以買得起這些房子,然後我就跟他們說,你七八百萬要在台北買房子,就不可能嘛,然後,他們就覺得現在,因為有些的長輩,他們還是會回來台灣,他們就覺得,現在台灣,就是某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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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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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因為有些長輩30年前出去之後就從來沒有再回來台灣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長輩的家 他的家就在前面 後面就是這麼大的廣場 我覺得就像一個小隻的草場 這麼大 然後他們家就是可以有很多 這是其中2003年第一次辦豐年紀的時候的場所 然後過去的長輩他們就是在林山中高地產 然後現在住在那個地方 就是每次他們的朋友若從台灣過去觀光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辦法想像他們的朋友竟然在南非住這麼大的房子 然後這邊是我照幾張他們給我的照片的圖 然後這張圖就是他們第一次在德文辦的這個豐年紀 然後大家他們身上穿的這些傳統服 都是一些長輩就是做生意的回來台灣的時候帶過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是他們第一次辦豐年紀畫的大合約 然後其中這個阿姨呢就是跟這個叔叔文 他叔叔是非南叔叔文 然後他們那一台女士 他們就是City Y一個脈絡 然後總之也去了非洲去南非 然後這是那一次那一年馬英九總統過去的時候 他們就穿那個傳統服在那個邊界連接他 然後這阿姨呢他現在是南非的那個鑽石皇后 因為他是專門在賣那個鑽石的然後採礦的 然後因為他的語言能力是 他大學是在台大外文系統的 所以他就是語言就是也通嘛 所以他就到那邊的時候就是可以做這個生意 所以現在大家每一個原住民在那邊看到他 就會說鑽石皇后鑽石皇后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以後去南非阿 就你只要提到鑽石皇后呢 就是人家就會帶你去找他 然後這是其中 然後2002年的有一天呢 我參加就是第三代的這個原住民的小孩 就是綁架的小孩然後他結婚了 他結婚的對象這是他 然後這是他先生 是南非當地的就是英國裔的白人 然後旁邊這些都是就是他們的家人 然後就是照這張圖呢 主要是就是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的體會 就是過去我對於原住民的婚禮 就是總是在原鄉所經歷到的 可是這邊經歷到的就是 就是綁架他們嫁給當地的白人之後呢 就是那整場婚禮我都覺得像拍電影一樣 就是非常的要跳舞啊然後要喝酒 然後總之那過程我就覺得真的是 對我這個從小在部落長大的小孩而言 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生命的體會 然後就是跟那個當地的就是綁架的第三代呢 跟他們一起合理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在戶外這種婚禮啊 就是對我來講真的是很新鮮 老實說我當下其實就是裝得很鎮定 可是我內心是非常澎湃的 就是我就想說我也好想演這一段 然後呢剛才前面介紹的這幾個長輩啊 有些人是做台商商會的會長 然後我就在我自己的論文呢在書寫的時候啊 我就在整理就是他們過去呢在台灣就是 在現在面對的這些漢人呢是被歧視的一群 然後就是這邊就是他們受了台灣歷史經驗下 跟原住民對原住民的推翻印象 跟歧視行為影響 可是他們到了南非之後呢他們在這個 台灣商會裡頭這群綁炸的就是長輩的 他們要面對的是第二層的內部歧視 所以這內部歧視就是以台灣人為主的社會組織跟團體 所以這個是第二層 然後他們第一層呢要面對的是南非當地白人 對華人的這個歧視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在當地社會要面對的歧視 跟那個言語其實是只有兩個層面 可是雖然簡單分成兩個層面 可是內容是非常複雜的 為什麼說非常複雜呢 先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這個長輩呢 他現在就是一張那個司法首都那邊的台商商會的會長 他就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他說他們當初要選台商 他們那個城市的台商會會長的時候呢 他呢跟一個好朋友的時間 他好朋友是台灣的漢人 然後這個客家人的好朋友呢 他們常常會傷人啊 然後在南非地大 所以他們常常每次就去打小白球 打高爾夫 然後打高爾夫的時候他們感情都非常好 我每次就是也跟他們一起去打高爾夫 就看到那個人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這個人呢跟他們平常聚會啊喝酒啊 就是感情都很好 就比較乾淨 然後可是呢 那一天要選那個台商會會長的時候呢 另外一個人就是 就是提名這個叔叔 然後這個叔叔被提名的時候 其他人應該就很開心 他朋友應該很開心啊 可是跟他平常打小白球呢 那一位客家人的商人呢 就舉手說 我有意見 然後人家說 好請講 然後他就說 我不要原住民當我們的會長 他就當面就這樣講 然後我這個叔叔的臉都濾掉了 那想說昨天不過還喝酒開心嗎 可是今天就是要選舉的時候 就是這個台灣的客家人的商人 就提出這東西 可是雖然他提出了 最後他也是很順利的當選 所以他現在同時也是世界台商總會的副會長 就是就是他 我上次他們前年回來台灣 他就在那個原山飯店最上面開那個 就是世界台商會大會的時候啊 他們那天請了經濟部長過去 然後這個叔叔啊 就因為我在他旁邊 一進去的時候大家都說 大伯母好 大伯母好 就是他現在在世界台商會裡面 有一個名稱叫做大伯母 然後這個叔叔呢 也是另外一個省的這個 北開普敦省的這個商會的會長 然後他一樣就是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常常每一年都會旺返台灣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是他們的台灣經驗是一直被更新的 可是其他的家人呢 就是已經很久沒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其實除了透過他們的分享之外 他們會透過那個 在國外看得到那個宏觀的電視台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他們有裝無線片的話 就會看到一些台灣的電視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透過這方式去看到 現在的台灣跟他們過去30年前的台灣 有很大的不一樣 然後這張圖呢 就是延續傳統的記憶 就是我要說的是 就有一天的阿嬤啊 就是他的這個孫子啊 就是弟弟啊 他就說他想要去那個捕魚 然後我就想說要捕什麼魚 所以阿嬤就叫我開車載他們 來到他們 就是有 旁邊都是很大的地 可是中間有一個河川 然後弟弟呢 就拿起就從家裡拿這個 其他叔叔回來台灣拿回去的這個 就是阿美族的那個拿 就是撒網谷的這個東西呢 就帶去南非 然後他平常的生活圈都是跟白人跟黑人在一起 可是他那天要拿出來 然後很順地拿起這姿勢的時候 我就心裡非常的激動 因為他激動的點是 一萬公里外的這個 反炸的第三代的小孩呢 他竟然會舉起這個動作 我當時就覺得 就是非常的驚訝 然後也覺得很感動是 他們 雖然對自己的就是族群啊 或他對台灣的印象非常的薄弱 可是他爸爸跟阿嬤教的這些東西啊 他卻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就是散過去 就是對我來講是 就是也是很正向的一個圖景 然後這是他準備要撒出去的這個畫面 然後總之那天就是沒有抓到什麼 可是他們就是一面撈啊撈跟他姐姐 就是我就覺得就很深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就真的仔細想 我在台灣還沒有做過這個動作 然後我就想說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怎麼到了一萬公里外 才看到這個小朋友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從小在部落仔細想 沒有真真的撈過把這個網撒出去 然後當下其實內心甚至是非常的慘昏 雖然我現在眼上就笑了 內心是很痛嗎 對 所以我這個就沒有在浮誇了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長輩他們家 外面呢阿嬤他平常就自己種那個 在遠鄉部落自己種那個 那個小辣椒還有那個苦瓜 就是平常阿美祖會吃的這些東西呢 他就在他家的後院 就自己開始種植了 所以每天早上在笑我 就是我會陪著他 就是他在後面整理這些東西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也是非常的驚豔 因為旁邊他們家的這隔壁阿 是一個白人的家 那白人家裡就非常討厭這些東西 漫過去 然後呢 他們家有養狗 然後白人呢 就是因為 就是很嚴重的歧視 他就會 有一次他們就真的犯狗阿 就是去養他們家的狗 然後有一次受不了 他們家的狗一直在吵 然後白人呢 就把那個毒藥 不是那些 就是狗吃的那些 毒阿 就散過去 然後他們家的狗就被毒死 然後他們 後來又爭吵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這白人他們就很嚴重的歧視 然後 所以我過去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看到我 我的時候也是一個很新鮮 因為他們 平常他們家附近就這一家的這個亞洲人 所以他們看到這亞洲人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剛過來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中國 小商店的人還沒有過來 後來就是 中國商店人過來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對 泛華人的臉孔了 就開始產生恐懼跟害怕 因為他們很受不了 中國人很多 不好的習慣 就是他們就 會慢慢的 因為他們有說 過去在這個小鎮啊 他們當地人對台灣人 還有印象 就是台灣人的品性啊 還有生活習慣都很好 可是後來 中國人過去之後 他們發現 而且每次看到我 看到我 都會跟我說 要給那個 跟我要別人這樣子 因為他們印象中 那個中國人 隨時隨時都要醜聞 所以就是 有很大的 就是 也是震撼 然後其中 這是另外一個長輩 他的家的後院 他的羊啊 還有豬啊 還有雞啊 還有雞的一些 所以那天呢 就是跟著他們 一起去參觀 就是他們的後院 然後呢 就是 這張圖呢 就是我在 那個剛才一開始 看的那個 游泳池那邊 當那個工作人員的時候 就是 因為常常會有黑人過去 比如說他們開那個 生日宴會啊 或者是辦活動啊 還有幼稚園的小學的 畢業典禮也會在那邊辦 然後他們很有趣喔 辦完那些典禮的時候呢 那個垃圾都是亂丟的 然後呢 我們常常看到 一開始會真的很不習慣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會這麼髒 這麼亂 可是呢 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就是他們的一些生活方式 然後 最後要放這張圖呢 是因為 先講前面一個小故事 是 剛才我提到這房 炸了第三代 跟第四代的小孩 有一次我跟他們 就是在 開獨敦那個城市 他們有 禮拜六的時候 就 已經有白人的習慣 他們晚上都要去 酒吧喝酒 或者是吃那個牛排 推薦一下 就是 澳洲跟那個什麼 西蘭的牛排 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最好吃的 還是南非的 真的 所以就是大家 如果有機會去南非的話 每天都會吃那邊的牛排 就是 他們反而覺得 美國牛排很難吃 所以你們下次出國的時候 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各國牛排 然後總之呢 就是他們帶我去這個酒吧的時候 有一群的就是白人小朋友 他們就從酒吧出來了 他們看到我們裡面走出去 是無屑的表情 看著我們 我當他很震驚 然後當我們走去這個酒吧的時候 酒吧裡面的人 大家都在喝酒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他這個電影畫面 就大家都在喝酒 忽然看到我們五個 亞洲面孔進去的時候 大家忽然安靜 酒杯都放下來 然後就這樣看著我 真的是總過來看著我 然後後來我跟朋友走過去問啊 然後他們就看 座位就像今天都滿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走出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裡面有一個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白人 用南非文跟他們說 又是Chinese 就是他們看到Chinese的時候 他們內心就很多的不滿 然後就是 就很多的不滿 其中一個不滿呢 他們有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 我也是跟他們去大賣場 去買東西的時候呢 有一群白人 就有一個白人的家族呢 就帶著他的小孩子 就經過我們旁邊而已 然後就用南非文 所以我朋友後來跟我講 他用南非文跟他的 這小朋友 七八歲的小朋友 用南非文 跟他的爸爸媽媽講說 欸爸爸媽媽你看 他們小鼻子小眼睛的 他們是從中國來的 然後他們就用南非文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轉過去啊 他們就想說 因為當地的很多的華人 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他們的頂多會用英文溝通 然後英文也是很破 可是他們沒有想像過 就是華人會講那個南非文 所以他們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那朋友轉過去就說 我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意思 用南非文講 後來那家人臉色都狂了 我就當著看著那個家人臉色都狂了 然後他們就很驚訝 因為在南非 對南非的白人來講 他們經歷到會講南非文的華人真的很少 然後這群仿炸人他們幾乎都會講 所以就是很深的震撼 所以目前為止呢 就是在南非的這個調查裡面 就是去年有一本書 就是叫 《台灣華人之公民地位源泉》 就是我也非常的感謝 就是有中原院兩位的老師呢 他們就針對我當時在南非做的這個調查 就是他們有在他們的文章裡頭進入的討論 然後我其實是很感謝 因為我回來之後呢 我一直在想辦法 就是當地的長輩他們其實也說 他們很希望就是台灣的原民台 可以過去拍攝他們在那邊的故事 可是原民台的一些長官啊 過去的時候都會說 哈哈哈哈我會拍 我會拍 我會把你們的故事呢 跟台灣分享 後來就是五年 十年下來都沒有消失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開始點名 有一些就是大家認識的一些原住民的長官 那時候他們都只是嘴巴講講 然後都沒有真心的去關心他們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在回來這三年的期間呢 也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用報導文學啊 或一些一般不是在學校裡面 研究機構的一些就是平民百姓 這樣講 反正就是一般人呢 就是他們可以理解的就是在南非這段故事呢 可以被看到老鼠寫 就是我其實 呃 回來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他們在那邊這三十年發展的過程 可以用更多種的方式 跟台灣社會分享 因為我自己的生活經歷 我還是覺得碰到非常多的 台灣的漢人呢 對原住民非常的不了解 就剛好我最近 就恢復原住民的名字這件事情 就很有趣 我前幾次去診所的時候呢 神就跟護士吵架 然後護士就跟我說 那個法先生 法先生喔 我記得他都在昏倒 我全民是法薩克納諾 他就告訴我 法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的名字 我們在空格裡面只能填四個字 然後你可能 可不可以選一下你的名字要填啊 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不行不行 這全民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進去 就跟那個醫生告狀 我就說你們小姐還沒有sense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喔 不回事 那個衛福部啊 就是當初規定這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 有幾家單位去建設 可是就只能打四個字 我說 他說要不要我直接幫你打英文字 他說好啊 就幫我打文化平音 可是他就說好 那是英文字呢 然後呢 打完之後呢 因為我要被拯救 然後醫生就過來說 那個法薩克先生就是 我們要打字了 然後 因為想說那個 打英文字可能打的會比較多 所以後來 他就給我那個收據 我就看到你才有昏倒 我的全名是法薩納諾 然後 他打到法薩納 就停了 那個OH打不出來 所以我在整首名稱 就變成法薩納諾 這樣子 柯南的一種 所以 就是 我就覺得 就是這過程也是很大的經濟 就是 我今年就是恢復原住的名字呢 就是跟這三年的一些經濟 跟我看到的在海外的東西有很大的關係 總之就是 就是我覺得 今年就是 對我來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年 就是 我從 過去覺得好像是一個 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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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光 就是看 就是我所了解的 這個研究的內容 可是現在 我覺得 就是因為過去我覺得 這個 恢復原住的名字 跟我 真的 碰不到關係 我覺得 那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 可是到今年呢 我覺得 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 虛實的我必須要 恢復原住的名字 所以 今天呢 就用 法山分大陌合 就法山塔陌合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然 內容故事還有很多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在一起討論啊 或是交個朋友也可以 或者是 讀論文也可以啊 或者是 就是 以後就是上 董老師的課啊 就是也會有很多的學習 然後呢 最後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單字呢 是黨基 就是那個南非文黨基的意思 然後他們說 黨基啊 就是因為 南非文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在台灣啊 就是 明蘭人他們 就是 來到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把 明蘭語就是講成 台語 然後這些 過去荷蘭人在這邊執名 所以他們 就執名過後 有他們自己南非文 就是當地人的語言 就是 從荷蘭語 變過去的 所以他們 荷蘭語變種之後 就變成南非文 所以 今天就非常謝謝 就是 謝謝各位鄉親父老 可以在這麼溫暖的空間裡頭 經過和分享 南京 掌聲 那我們就大家 就看有什麼 想要繼續問他們兩位的 或者說 你有什麼相似的經驗 或者不同的接觸經驗 你想要跟他們交流的 非常歡迎 就大家可以放輕鬆 聽聽這個語聲 浪漫 真的 我也有意思 跟 阿薩文貼斯的 因為我的 雖然說我的 你會不會用麥克風 沒有 直接聊天 來 因為我也是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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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女學生小姐還立大過來說 請問你拿的是哪一國的護照 因為性的關係在國外就比較麻煩 像是他們所情緒裡面 像我的是馬拉撒萬 馬拉是我的名字 撒萬其實是我爸爸的名字 然後可是在國外 後面那個是Lars name 是中文的性的概念 所以當我把後面那個撒萬 當成我們的Lars name取出 也是我們叫做撒萬 可是我不是撒萬 他是我爸 所以變成我必須在國外用 然後法薩之後遇到一個問題 你常常選擇用名字跟電機票的時候 常人家撐什麼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些很尷尬的事情 對 但是鼓勵大家 為什麼你準備好 萬一大家更改自己的主題 然後 剛進來法薩的分享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原著名就相信主題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不要去JSK 趕快去也很難配 我會想有一個有用子的後面 不好意思 他有什麼問題 我一直擺上來 你幹嘛自己跳過 我現在是當成的Q&A的主持人 那我先問一下 我第一個要先稍微說一下 那個世界難倒的經費是鼓勵說呢 其實因為女學生前我們考慮得非常久 所以後來心裡非常不安 因為所有的經費 所有的計畫都有它的一個終止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說 我們就想我們原來終止 你心裡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更改 要只能做以後再適用 那可是你的那個看到那個現象 挑戰我們原來比較簡單的一個想法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鼓勵世界難倒的概念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在台東教書 我介紹大揚州的時候 因為台灣的同學就問我說 因為我的想法是說 台灣原住民在台灣是 minority 是少數 少數日子很難過 很辛苦 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原住民 一個是少數民族 那少數很辛苦 因為主流是別人 你只要用別人的標誌 來想辦法去調整自己 那如果說我們把東南亞的 島嶼東南亞跟大揚州 這都當一些跟南島嶼有關的人群 帶起來 那個眼光也是屬於一個新的定位 那是有三億七千萬的人口 就不會覺得那麼誇張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以前提炫美加澳牛 那是圓民會的一個路線 因為它在政策上 它要從多數少數來考慮 台灣的原住民消耗的配種量比較好一點 那可是我認為如果走事件 拿到自己的角度的話 會情感上覺得比較放鬆一點點 我們還有這麼多相思 就不同角度 不是說相當像自己家一樣 可是就是你會覺得 就像跨國我有一些人 其實跟我是有淵源的 你那個可以比較放鬆 因為我不是只有在附露裡面 我可以放輕鬆 那個想要帶的是那個感覺 另外一個是說 從整個台灣的角度來說 原住民去接觸 然後鼓勵原住民年輕人去接觸 或者研究這個大的世界南島的範圍 其實對於整體台灣了解這個方式有利益 然後原住民者有個利益 就像曾經我們的匪跡 駐匪跡的代表是布農族人的說 那如果其實是有他的道理 他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他有些不同的東西會感動他 那個來往會是不一樣的 不是說誰更好更不好 就是說那個絕對的控制不同的東西 所以也希望說覺得 這個接觸是可以多一點 那可是不希望排擠你看到的現象 你知道嗎 所以就後來我們很不安息 就想要有什麼辦法 所以老師後來就是有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趕快去問那個圓民櫃 我們其實也不真的知道他們 只是想說當然有 他們當然有相關的辦法 後來其實就變成一個夢妙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嘗試說 怎麼樣大家最能夠用到這些幫助隊員追到 對 那所以這個我等一下想 就因為當時這種概念好像台灣很大 因為台灣的南島民族 他是活的 他的腳道是跑的 所以沒有人說要被陷在這個南島的範圍內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把自己釋放出來 那個力量是要出來 對 那那就回到那個南非的意見 因為那個當初那個地方 那個計畫就是太驚人了 那我先賣另外一個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人知道 還有其他地方有比較稍微 數量多一點的條圓圍 對 南非是一個嘛 你們就點出來 我其實之前我跟人家喝酒的時候 要分配而且人數應該比這個還多 有一些是陰性關係這樣不是夠難 那有沒有另外類似的地方 會有這樣子的台灣元素人的東西 老師我之前是聽過還有被影師 對啦 是怎麼樣的那位信仰 對 是台灣民工人的台灣人 是1999年一般先行 他只要是沒有信仰的關係 跟那個士兵完 你看到現在也15、15、16年 他們下一代也都慶祝你 慶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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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很值得再去播了 那我就 我就大概就隨便跳進來 去接這個題目 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因為我還沒有看你的論文 我覺得非常驚訝的 是這些人怎麼樣從他原來的工作環境 工作經驗或者說部落裡面火魚農耕 他怎麼會拿起包包出門沒有這麼容易 尤其包包裡面沒有錢 我們在座就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機會 你沒有錢可是你到處遠處有一塊地你可以動 那一塊地 然後那個語言可能是你還不能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跟挑戰 他們怎麼有勇氣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怎麼做到 因為聽你 你講話非常樂觀 是否大家都做到 沒有人回頭的嗎 有 好 那回頭我不驚訝 我驚訝說怎麼會做得到 要不要 因為他跨越太多 對 包括 因為我記得區分 我不要講話 謝謝老師 我覺得過去的時候就很多長輩他們說 他們在這二十幾年其實 反正最多的時候其實快將近快兩百人 然後這兩百人就是有一半他們其實就是那時候碰到 第一次暴動在那個賴水坡的邊界的時候 有一半的人就受不了 覺得好恐怖 所以他們就回來了 然後另外一半現在留下來的人 他們其實 他們當時有兩種選擇 他們一種選擇 因為他們剛過去的時候 他們到那個邊界 那時候還非常的落後 他們就覺得好像 看到他們當時從台灣離開 還要再往前三十年前的台灣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地方可以發展啊 就是很在意惑 只是他們在疑惑的同時呢 就是他們那時候 就是才剛開始這個家族企業 然後當然最近還沒有累積非常多 所以他們第一次就是向台灣有那個借貸 就借款 然後就是有長輩就是回來去台灣銀行 就借在每一個家民借三十萬 然後借三十萬之後 他們再把這些錢匯過去 然後他們在一起集資用這三十萬去發展 那他們當時在剛才那個小鎮那邊的這個生活 還有他們的買賣的這個生意 然後老師剛才有提到就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還這樣堅持下來 就是我目前就在我之前的這個調查過程當中就是 我覺得還沒有很深入 可是對我聽到的資訊呢 他們會覺得是他們的這個基督信仰 就是神給他們力量 讓他們能夠留在那邊 就是不管碰到任何困難 就是對他來講他們的信仰 支撐他們力量非常大 可是這背後當然還非常複雜 可是在我的說事論文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腦袋有限 沒有辦法去花這麼多的時間去探訪這個東西 然後其實現在就是我2013年年初回來之後啊 就是這兩年剛才提到這些長輩啊 他們陸陸續續在他們家 還是碰到那個當地的比較窮苦的黑人去搶劫 然後有些長輩呢就是被綁起來被打傷 然後有些人還從自己家的二樓跳下來 就是為了不要被那個槍打到這樣子 就碰到非常多很 還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到目前為止 可是他們就覺得這個信仰支撐他們 然後剛才其中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台商會會長就是那個跟蕭萬長 一起拍照那一個呢 他就是現在過海關的時候啊 不是都會有那個馬克思過阿米 然後他每次過去都會嗶嗶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皮帶喔那些都拿下來 有戒指什麼都拿下來 可是還是嗶嗶 因為他的那個心臟附近啊 有一個十幾年前被黑人 就是開槍要搶劫的時候 打進去的 然後都不能拿 一拿的話那個生命會很危險 所以那顆子彈一直在他的心臟旁邊 他每次過S.5的時候都會嗶嗶嗶 然後別人就說都沒有啊 結果在這邊 所以就是對長輩他們來講 就是很多很多我覺得在台灣很難想像的事情 就是他們都度過也面對 然後我有問他們說 他們你也打的時候會想回台灣嗎 就是大部分人他們都說不會 然後不會的理由呢 是因為他們覺得現在在南非的發展 可能到台灣的時候沒有這樣的環境 就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很多人他們就很非常的很滿足他們現在 就是他們更為閒給他們祝福的那個地方 好 請問問一下 這邊剛剛好補出因為啊 他們的那個你說第一個那個 台灣元素人的基督長老教會 可是那個教會我不太懂 因為教會通常 那個教會是他們跟別人不同教會共用 只是分時段 還是說那是他們的獨立教會 他們自己買的禁止嗎 就是這些教會呢 他們當初建立的時候 是他們自己花錢 就本來一開始是在某一個家人的那個 停車庫那邊聚會 後來他們就是集資就建立了一個小教堂 然後這小教堂就是開始聚會禮拜呢 他們也邀請那時候 在花齡那邊有一個長老教會 那個總派叫阿美總會 就是負責花齡地區的長老教會 然後他們就是也有派五六位的牧師一起過去 然後在那邊主持那個開幕的禮拜 所以就是這個教會是有這樣子的關係開始 因為他們當初就想說來到海外 可是他們就還想要出去過去陸落的那個教會的方式 所以他們就一起建立這個教會 所以他們在聚會的時候都是講阿美 用阿美語的聖詩 用阿美語的長道的東西 這個好像剛剛不知道怎麼聽一下 這個教會有很多的當地的非洲人 就是他們遷移到南非各地之後 然後剛才聚會這樣子就是 他們到黑人為主的教會聚會 那我可以再問嗎 因為我覺得你在講這個你的研究中 有一個地方你會用不同的詞彙 然後我對我們而言也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概念 我覺得好像在分類上是很奇怪的 這個分類 比方說這些凡詐被看作是華人 因為對我們而言說 我們華人被看作是中國人不爽 可是在這邊是凡詐被看作是華人 後來你最後你周圍改了 你說的是亞洲人 就是這個 對我們而言在台灣的經驗 好像是覺得外觀上看得出來 是原住民進口 可是當你到了南非這樣一個環境 他們不習慣 他們很陌生這種 所以他們看不到這種 我們以為不是很細微的差別 所以他們就說你根本都是華人或都是亞洲人 所以這項子的一種經驗 對於 因為對我們而言會有一點點不可思議 可是然後對當地的 在住在當地這麼久的房子上 他們怎麼看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因為他好不容易脫離台灣 這種被耶穌的一個 minority 的一個環境 一個不利的一個環境 那可是當時你又把他放到那樣子的環境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或者他怎麼設法去改善 說我其實不是華人 我是華人 就是 這群長妃他們到南非社會的時候 就是像老師剛才提的這幾個 就是我先試著講講看 就是第一個部分的是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基督宗教信仰的 所以他們到了南非當地 因為南非也是基督教的基督國家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次生意啊 都是因為當地的把人看到他們的商店 後面有化石是這樣的 或是有化成耶穌的池中 然後他們看到這就覺得 好像是基督徒可以做生意 所以他們就是很多的那個 經濟上面的這種互動跟連結 就是因為這個宗教的關係 他們開始跟當地的互動 然後這是第一個 他們透過這個宗教信仰的方式 跟當地的就是接觸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是 第一個部分是那個 訪詐的這群群在台灣商會裡面 成員的這些訪詐 他們有說到就是 對他們在當地的發展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因為當地人就是當地的白人跟黑人 都把他們看成是成名詞 就是他們謀成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沒有就是在台灣 大家覺得他們是原住民 就是這個詞 所以大家看他們都是一樣的 所以既然是一樣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用他們詞 他們說他們就可以很大膽的去做 他們可以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很大膽是說 他們不用去在意 就是當地的台灣人會認為他們是原住民 然後做這些就是事情 或是開這種商店 而是對當地的人來說 他們就是Chinese裡面其中一個人而已 所以他們認識他就是不會有就是 就是不會有原住民這個身份 所以很能夠就是去開啟他做聲音的方式 可是他們有說到在台上說裡面跟台灣的漢人做聲音的時候 那個困難點就是他們每次就會想 但你這個人是原住民 這個人是原住民 然後他們 當地的台灣人呢 對於他們的認識 就是總是原住民會先在前面 然後你才會是我們的人 可是對當地的人來說呢 你們就是 就是傳遺食裡面的人 所以你做什麼事情 他們也不會特別的框架 就是說你是原住民 然後才是傳遺食 就是所以他們的認同 他們會先認為我們是仿炸 然後就是這群仿炸人 他們就覺得我們是仿炸 然後再來 他才會承認他是台灣人 然後最後才會是華人 就是這個過程 就是有三個不同的 就是內地的發展 我覺得你講的一個東西其實非常有趣 是他身為接觸出過的聲音 他可以跨開他是 就是仿炸或者是華人之類的 因為外女人認識他 不管是白人或是黑人 好像因為真的可以看到 不必問他是誰 他從那個符號上已經看到了 那是基地 所以他有另外跟多半的台灣人 不是基地心 所以好像他有一個特別的 可以反而可以跟在地社會連結 可以來往 謝謝老師 這不是考試 這個線上實在太精彩 是一個太特別 一個很特定 很邊緣的 會讓我們一直回來檢討 去向米思傑感受 讓我們回來檢討 他可能已經習慣了一些東西 其實還有另一種東西 就是說身為臺灣原本民 就是這一群到了南非的房子 就是他們也說在臺灣機位的資格很好 那歷史上的機會就多了 童訊上有很強的被歧視的經驗 那當他這樣子的被子到了南非之後 至少第一代 第二代來講 他們到了南非之後 他們怎麼看待南非的現實 就是二代所通過的 尤其是南非的現實 然後怎麼給自己找一個位子 比方說 好 因為你現在舉的例子 都是很成功的企業 這些老闆他在階級上無責 如果正當化他的老闆位置 就是他或者他會不會 可能有不同的階級的概念 或者因為已經是像白人黑人 這個對我而言 這個分法都選在太二分了 那因為同樣你也說 當地人的非洲人 也屬於那個當地人的文化關係 所以當地人的分類概念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相信那是另外一個非常大一個評論 那只是說 當代自己在這樣一個背景裡面 出來一個他怎麼看待 或者他怎麼去跟不同的人群來往 因為實際上華人在南非現實 在南非現實的裡面應該是壞 應該是很多白人的 所以他講的現在還是不是我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在現實上現在沒有這種分類 曾經是白人 所以他講的不是 那華人其實是很驕傲的 就算你看我們這種白人 就是他們這個國家如意我們 可是他其實是在複製這一種分類 所以我講的不是一個單純的身分上 也是一個文化上的分類 因為你的行為主旨 比較高尚 你幫這樣想的 我自己看很會答老師 就是 這個話題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要能夠這樣去想 我只是說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剛才老師在分享的時候我想到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有一天我跟一個長輩就是他開了貨車 他說要去載貨的時候 他他在開 因為開卡車這麼說的 他說十幾年前 就是那時候日本政府他們也在 就是投資南非還有非洲 所以他們投了非常大的金錢在南非 所以那時候呢就是日本他們就負責那種電力的架設 然後就在南非大陸那邊 所以在架設的時候呢就是 因為假日的時候呢 那些Pub啊或是那些酒吧都是白人 只有白人還在種族革命政策的狀況之下 只有白人能夠進去 所以那些日本的工程師呢 他們下班之後也要喝酒吧 然後他們進去那個白人的酒吧的時候呢 白人就不准他們進去 然後日本的那些工程師就很生氣 他們就覺得我們是日本人 怎麼可以被歧視這樣子 就回去告訴他們的政府 然後政府呢就是因為聽到這些內容 也生氣了就覺得我們來幫你們 所以後來呢日本政府就沒有在做這個工程 然後變成是當那個南非政府呢 去跟日本政府道歉 然後日本政府呢 他那個南非政府就同意 就是告訴所有的白人就說 你們的酒吧日本人可以進去 然後呢這些日本人後來都可以進去 這些白人的酒吧 可是華人就是中國人呢 就是都不死這樣子 然後所以中國人他們自己的酒吧 所以他們有講說他們剛就是 遷移到南非各地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在種族各地政策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如果要去 真的很想去酒吧的時候呢 就會再加了配一些系本單字 哈哈哈哈 就會再加一些系本單字 比如說 還有北海道的快點 北海道的快點 北海道的快點 然後我們這同學是在北海道讀人類選的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那些基本單字 對就是他們就是 被還那些單字之後呢 再回到他們的酒吧裡面 講到這是日本人 然後就可以進去 所以因為白人也聽不清楚 什麼自己語言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就 好像是就進去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有提到就是 他們在 還在種族各地政策的時候 有碰到這個 就是假裝自己是日本人 潛入到白人過去 嗯 我比較好奇 就是你當初怎麼知道 就是有這一群南非的隱民 然後你從台灣去南非 港上有遇到一些困難嗎 或者是很容易之類的 然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 要把這個故事寫層曲 因為其實之前 就是那個 把帶這作家 他有把國共內將 之前有助理他到 中國黎明的這件事情 就是寫出來 寫的一本是小說的 然後我覺得 南非的隱民又是 另外一個歷史的情境 然後 因為這是很值得寫的故事 就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好好好 誒 同學要怎麼寫 嗯 蔡蔡 蔡蔡蔡蔡 就是謝謝你的朋友 有回應 就是 我當初認識這個 長輩他們的家 是20 因為我們縮一的時候 暑假都會有實習前例 然後我那時候選擇去泰國 然後去泰國之後發現人群太少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構不成 我那時候想要探討 就是有點 像林善概念的這個原住民的移民 所以後來就是 我那時候很呼籠 因為 我就在找這個方向 然後 我的 家人就跟我說 就是 就是有一個阿公 他要回來台灣 然後我說 從哪裡回來 他說從南非 然後他才跟我說 他說這個阿公 他是外中人人隊 然後他的家人 很多都在南非 所以 2012年的年底的時候 2011年的年底 我就參加 就是其中 這個 他的子女呢 就是嫁給 在光復 就是馬太亞那邊的一個 修車的一個工人 然後這個工人 他的爸爸也是牧師 所以後來我就去參加他們的 就是 婚禮 然後 現在這個男生呢 就跟他的太太 就會去在就是 南非那邊 就是開 就是那個什麼 活動車是很修便的 那個 活動車是很騙的 對 就在那邊修 所以就是 他先生就是都 被長當年人 所以現在就是他太太的主人 然後 就這樣子認識 然後 第二個部分是 過去的時候 非常的困難 就是 我在論文裡面 最後有提到就是 我覺得 今天能夠回來 我覺得是非常的 就是 Thank God 就是 因為我本來 就 幾乎要死掉了 就是 就想說 怎麼這麼早 就是 就要麻煩 然後要死了 就為什麼 是因為 我那時候就要 大家知道去非洲 你必須要從 投影機場 然後先到相場走機玩 然後 就應該就要直飛到 就是 南非了 然後 可是呢 我們在一條飛機呢 也要快 就要飛過印度了 然後快到那個 馬達加斯加上 再過去就是南非 再過去哦 然後呢 就在南非上 馬達加加上空的時候 我經常恐怖說 有人剛才亂流受傷 然後這飛機哦 很不可思議的 他不去南非 他要飛到那個 印度下面那個島 叫什麼 我自己很好 就是要在下面轉機 然後我們待了一天 就在那一天 碰到我的人真 就是 覺得在死的關口 這關口是什麼 就是 因為那邊 那部分的 同一個飛機 大部分都是中國的 他們要從相場轉機 要去非洲 去開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花非常多的錢 在那個非洲大陸 我舉了一個 就是我做甜點的那地方 就非洲 就是中國政府他們有買 移動大樓是他們在那邊的辦事處 然後台灣的辦事處 是租一間小小的房間 你可以想像很大的差距 然後呢 就是這個差距呢 就是我們到那邊轉機之後呢 就是來到一個 當地號稱是很頂級的飯店 可是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總之呢 就是大家休息嘛 就從飯店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 就是因為我看很多的中國的人 都年輕的人 他們可能要去 去非洲採礦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大廳那邊聊天 然後走到外面聊天 抽煙啊 然後我就想說走過去 我才剛走出門口 就感受到我背後 有兩個東西頂著我 我一直在想說 這是什麼東西 小時候要賣東西嗎 賣糖果還是什麼 然後後來 只是聽到那個 那個扳機的聲音 然後很驚訝的是槍 槍頂著我的背 然後我就很緊張就轉過去 然後那兩個年輕人 就破了英文就說 放了我命 然後我怎麼可能就是 抗拒了 因為他槍已經頂著我 然後我就這樣被頂著過去 然後就頂到那個 步步車上面 然後那步步車就是 前面有一個司機 然後後面就是他們兩個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很緊張 然後很緊張的同事 我要假裝有鎮定 然後想說他們應該不是要怎樣吧 就是安慰自己 然後過程當中 其中一個人就跟我說 那我帶你去當地參觀一下 然後他一開出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整個 我所看到的這個環境 都是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那種 穿著那種袈裟 就當地有點像印度人的那種穿著 然後就滿街都是這種人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他這個就很乖的 就帶我進去廟裡面 去參觀這樣子 然後他還付我 幫我付那個錢 去廟裡面參觀 然後參觀完之後呢 我那時候跟他說 拜託我身上沒有錢 我真的沒辦法給你們 因為我的陸弟弟不是這裡 我要去南非 我身上那時候 有帶110塊的美金 然後呢 我其實那時候就想說 大家說南非自然不好 我就想說 有80塊藏在我內褲裡面 內褲裡面還買了一個 在那個五一兩邊買一個袋子 然後床在那裡 然後呢 就是另外的30塊呢 就放在那個 那個 錢包裡面 然後呢 那時候那個人就跟我說 那我們只要8000塊就好 他說當地的錢8000塊 然後就很緊張 就上了那個車子之後呢 他們就說 走我帶你去那個ATM上 然後我非常欣賞深刻 他們帶我進去那個ATM 是那個渣達銀行 所以我現在回來台灣參加渣達銀行 就莫名其妙的引擎 就是他就這樣 就是渣達銀行 然後他就說要提錢 然後他就在旁邊看著我 輸我的號碼 因為我就想辦法拿出一張 我裡面沒有錢的那個提款卡 我想說應該不會有錢 因為我平常裡面也沒有太多錢 然後我就壓那個號碼 還飛得出來8000塊 我就講說是哪個家人 我輸我的時候不然會錢給我 我就一直擺師傅的奇蹟 總之8000塊出來了 我就想說這個錢就給他 然後上車之後 我就跟他說飯多已經給你錢了 你要帶我去飯店 他說好好好 然後這個車開到一個 他們旁邊都是當地人 就這樣子 然後濕著煙 然後那個車就進過去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場所 我就嚇到了 然後我想說 完了來到他們的地盤 因為我當時想像 因為我小時候是打空手道 所以我其實空手道還蠻強的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 要用空手道啊 回旋踢啊 然後就去擊敗他們 然後可是後來看到他們手上 那個槍還在 我就決定不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們就停在一個 都是他們的人那邊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喔 那些八千塊是一人八千塊 不是三個人八千塊 然後我在當下 髒話都噴嚇出來了 可是想說現在是怎樣 我就一直求他們 然後當然那個求 不是跪地求勞 只是就是很違反地一直講話 然後呢 他們就說好 你在 你身上還有什麼錢 就是你再給我們一點 我們就讓你走 然後我們當時在他們面前 就把我的褲子買 不好意思的就拿錢 就拿錢 他們就這樣看 就拿出來 就把那個幾十塊的那個美金 就拿出來 我就說 我的目的地不是這邊 我都有錢全部給你們 我就沒辦法去南飛了 然後他們就說 好啦好啦 就再算錢 就拿了八十塊 然後留三十塊 讓我去南飛 然後就當下就很 很敬重 很感謝他們 就是他們沒有全拿 然後 然後讓那個 子彈留在我的身體裡面 總之我就 當下就是很感謝他們 總之後來他們在我回飯店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還很好心的喔 陪我走那個大廳 一到到那櫃檯 他就跟我說 沒事啦沒事啦 我是裡面的那個 服務員這樣子 結果 我到裡面的時候呢 我看到那個櫃檯 我馬上衝過去 我說 我剛剛遇到什麼 然後轉頭看那個人 一去跑走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講的服務員 也是騙笑容 總之就是那個過程 就是 那當初我就自己在想說 我去南飛 我難道就在身體裡面 就是 當下就很恐懼 可是後來 飛機起飛之後呢 就是 到南飛當地 就是覺得 所以頂度上就是 就後來 也碰到很多問題 因為 很多時候在南飛田野的時候 會不會 路邊會有很多的 喝醉的 黑人 會忽然 因為想拿時候 打他們的車 然後去搶劫 就碰到很多這種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 就是今天 就是很夠 你看到回到台灣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很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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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 姐姐嗎 姐姐要問誰 我問我 好 我問我 我問我 就是 你在講說 在澳 就是 紐西蘭 原住民在百分之十幾個 對 就是 我是想問說 因為你說會看他們的電視跟廣播 那我想問的是說 當地的原住民 他們都關係什麼 因為我的說事論文 我是念公共衛生的 所以 就是說 你剛講每家紐澳 其實我們也是在比較 各個國家的原住民的情形 然後我就想知道說 那當地人他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我說哪會有人 比較喜歡的解釋類型嗎 因為他們 討論什麼議題 對什麼議題關注 真的嗎 可以 對啊 我個人的理解是 跟我們接觸到 跟在電視上面看得到 因為他們的人數 其實 就馬上講人數比例 稍微高一點 然後各個曾經他們 都有介紹到相關的議題 就在電視解釋裡面 他們也有心理性的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他們也有很多人覺得戲劇 嘲笑白痾之類的 等等等等 你這樣常常 你怎麼常常的笑聲白痾 所以如果你 特別關心人議題 我個人覺得 那邊看 做了論文就進去 所以 如果出現時看媒體上面的話 其實 你要看到這陣子 其實都有 尤其是體育解釋 會是 因為收視率最高的 對 對 對 我想說 請問討論文也才會落到 因為你這樣 看媒體的體育 比較高 所以 如果你純粹只是看電視上面 出現的 節目一起的話 體育率的收視率還蠻高的 然後你如果 你問他的時候 你會做特定的 其實你會看到的 都是幾乎都有 會有討論的 是吧 那就會是相關的 你 在其他學校 或者其他地方 會有討論的 對 如果 你問的是 政治上面的 權力的爭取的話 國際權力值都是重要的 問題 不管是 南灣隊 西蘭的澳洲 設計算 美國會非常大的 國際權力值 都是優先的 政治理由 全球 我想說 這邊來看的話 那是好多 對啊 雖然剛剛今天 提到的 歷史 澳洲最近 台灣生成 民主典被趕出社區 正在紐西蘭你看 好像毛利亞蠻多 但他們也經常是 土地出售 不然他們有一個 甚至有去打招呼 要去搶 不是搶搶搶的 那是他們的 所以如果 如果是全球 或是全球是來看看 看到土地體 在全世界的住民主 尤其在智能國家裡面 經常土地群都是 有限小區 所以你拿到 南灣土地之後 你才有辦法 進行去 進行經濟 和不明的 社會制度 做政治事件的管理等等 所以 有必存在的事情 先去處理 因為土地拿過來之後 後續相信你的議題 有時候還蠻好的 或 你會自己自己去 去爭取做其他 我 我續的件事是 我覺得 有些人才看到 從毛利比的電影 或許語言之 或不論文字 這是 當年中原本 再爭取過 幫我文字的時候 像 前陣子的發生 大家就想像 所謂七成的事情 都在 任何事情 就在女性 上次對我 沒有那麼多 所以看 許多地名都為 讓我以為 我以為做 地點 你知道 你這樣還沒有遇到性甜 你知道嗎 甜家的 你是裝飾過去的嗎 不好意思 我問我 因為我小時候 從我國小 現在有遇到人家的性甜 他跟我們家傳是士郊 因為這家的素顏愛戴 跟他們對家 是好多的 因為他們性甜的話 像 上面那一代 事實上不甜 那一代 事實上不甜 那一代 我還是聽說 是他們甜家 很早附訓 照國小的一代 學一代 不照成事情 他們學問起來 總要照南非 這我不能堅持 我小時候就聽說 旁邊的豬 旁邊的豬 豬是覺得很神奇 所以今天這樣期待 後來聽法薩仔的人家 我自己是社工 所以我一直比較 會關注在公民權益 或是說 各域經濟這以外 有關 我剛剛聽到兩個 兩邊的訊息 一個是澳洲 還有 有其他一個是南非的地方 我剛剛聽完說 因為想要說 台灣現在就是原住民基本法 都一直在落實 那我不知道說 這兩個地方 大家說澳洲 一開始也有很多 他們這樣子 對我來說 我一直以為它就是一個 一個標竿 或是一個 一個一個 但你剛剛的訊息 又讓我覺得 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在那個地方 有清楚的 那麼清楚的一個指標 但是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的是 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我自己覺得說 那台灣的人 會覺得說 那邊的族群的意思啊 權力啊 都好像很好 但是聽起來好像 沒有那麼到位 是不是可以讓 讓我在這邊 還可以再聽到更細一點的東西 那再說 另外一邊就是 因為他們就變成少數的族群嘛 因為他們就變成少數的族群嘛 那政府 對這樣的族群 是不是有賦予他們比較有公民 這樣的一個權益 還是就把他們當作一個是 外來的族群 就像台灣也有多的外來族群嘛 外來外籍新娘 但是我們就附加更多的一個權力的保障 而這一些人 在那邊是不是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權力或是一個 異位的保障 就第二個 我剛剛其實很好奇的喔 我自己也是部落長大的 一個小孩 我自己也覺得說 從我 我現在是三幾歲 我自己都看到我下面的小朋友 那個 就是 雖然說像 我們都一直在部落裡面 都一直希望說 可以保存更多嚴重的東西 那其實我看到我們的小孩子 都會覺得 哎呦 都已經 都已經 擺爛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聽起來就是說 在澳洲這邊 確實有很多的保障 或是去幫他們協助到這一塊 那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可以協助到他們 或是說他們那邊的人 有沒有自己想要 就是自己的什麼 社區發展社會 然後私底的一個族群的東西 想要展現出來 而不是用國家的 規定的 或是一個 體制上面的 這樣去落實 對我不知道說 這邊可不可以看到到這個東西 再來就在南非這邊又 我剛剛有 你知道 剛剛我其實看到你 又放的那張照片 我曾經在我國小的時候 我的阿密克同學 在可不可以同學 才會有這樣的工作 然後看到說 哇 三十幾年 既然這些小孩子 可以如此 這麼 這麼這樣清楚的 把它 站在身上 也許他們沒有辦法 一定可以講出一個 很努力的發展的話 就是 就那個 那個畫面是很漂亮的 他們怎麼用保存去 這麼 你看這樣子 三十幾年這樣 怎麼樣去保存 這麼 這麼精確 這麼小的 都是用美麗的東西 我 我的東西 很 在裡面 配置 很長的 好 我嘗試回答 唯一 其實我突然想想回應一下 當你有提到 永濟法 對 台灣的永濟法 2005也都現在 已經懷念 甚至 相當對地 相當之法 在三門面 已經通過 現在在2015 相當之法 除了 這條件情況 你把澳洲拉開 可以理解到 這種 這樣的情況 這個形勢上的法令 可能會變得很多 都相當的保障點 但在法令到 社會的程庭上面 有屬於群的 都會允許 村中所謂的程序 並面實際的群人 實際上的全力 在台灣 我們的法令通常 但 我畢竟在 在我上場裡面 國安又屬於 來自對於 做出社會的警示 不屬於 然後 然後 在澳洲 也有這種情況 形勢上面也保障 但澳洲最速的 對澳洲的主要是歧視的 但也是帶了 非常嚴重的 表發性 不實現 這是澳洲最速的 大陸就是 對國總統 滿久 曾經對於主要做出不好的 大陸 大家就好了 要到大陸看 所以 再回到今天 現實上面 現實上面 有不代表在時期的 過世上面 會達到那些完整 或美好 但我不必請 照在行事上面 澳洲的 覆蓋政治制 或相當的法國會 會離開到哪個 動靜規定 我們會 現實上的發展 會有 但事實上 就是實際外的事情 在你回到一下 很多部分發展社會 會不會有意思 這個 都會有很多的 很多社區 做這個事情 在過去自己的 動畫 像我剛剛提到 有些具體處 或許多的社區 會自主憲法 自己的 過度的意思 可以自己的 或是有些事情 上傳到 網路上面去分享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社區的實質的表現 就是我們的 環境情緩 對國家跟 過後的實質 或不代表社區 是超過很大的 我們只要知道 他很關心 這樣子 但據我的觀察 是澳洲的情況 他雖然是個 但是在法國上 現實上面的實質 但現實上面 帶有機會去把 他們對澳洲的 歧視 他們是有 這些人的現實 雖然相對的 在女性上 會少一點 或好一點 雖然說 我剛剛講 每個人在女性上 都比率還蠻高的事情 但不代表 所有的達人 都會肯定 哪路 他們之外 如果成為商場 他們當時 算是可以成功的 這算是蠻好的事 你叫什麼 你叫薩莉亞 薩莉亞 薩莉亞你好 就是 我問一下 就是我們 就是在南北的時候 就是很多的長輩 他們就是有想辦法說 讓他們自己 還有他們的孩子 能夠有當地的那一個 海底化 就是那一個生存症 可是 就是 他們有一些人 就是 到現在還沒有拿到 有些人可能要用去買 然後沒有辦法拿到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的 那個什麼 就是有些人不是當地出生 然後 當地出生的 第三代 或第四代 他們 可能 我現在我想像 就是 他的父母親 沒有拿到 然後他就算在那邊出生 當地政府也不會給他 那個生存症 所以就變成 他們有些長輩 或是他們的孩子 就算在那邊出生 他們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投票權 所以沒有投票權 就會變成 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在公民權的問題 他們在當地 會施行這個問題 就是 在我的天野過程裡頭 大部分人是 沒有人 然後有的人 他們可能是用各種方式 買到的 所以買到的 他就可以投掉 然後目前就是 我當時調查 就是收集到的資料 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你剛才說到 第二個是 什麼保存 什麼保存 就是 我當時過去的時候 就是原來會有給我 一些 那個阿妹原本的字典過書 讓我帶過書 然後我就給他們看 然後他們也覺得很驚訝 居然就是阿妹原本 就是用我嗎 變成一個文字 然後就是他們也學習 然後 一般來說 他們大部分的 第三代歷史在 都是因為 長輩他們很平常 都一直告訴他們說 你是台灣的原住 然後他們說 不懂原住你是什麼 他們就會自己上去 往正上面去查 然後查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台灣在哪裡 找不到 讓我們很難過 對 我是從哪裡出賣的 就那個島太小 就是他們就覺得 你那邊住多少 我說兩千三百萬 他眼睛都 就是亮起來 就覺得 在南非這麼大 然後才住 差不多五千萬的 可是你們那邊 進去 對 他們就說 你們起早 我說旁邊看你的道德 喂 對 我說 他可能想像他就是香港 總之 就是對他們來講 就是台灣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新鮮的位置 就是 可是 他們從小就有說 爸爸媽媽都會跟他們講 然後他們就上網去看 就說 原來我們的 在台灣都是穿紅色衣服 我說不是 那是只有在 特別的聚會的時候才會穿 現在大家都穿出班的衣服 就是 就是 大部分就是長輩 跟他們講他們就知道 然後 不然就是 2002年跟2003跟2004年 他兩次的封門 記得他們知道他們的文化 謝謝 好 現在讓我想說 記回遇到剛剛 黃老師前面的八年 其實我們經常會習慣 去看我們家裡頭的時候 是法庭俊平當作 一個科學書的 少數據理解 因為在歷史上 很像 科高通話的時候 提到在南島 或有習慣的科學 其實好像不一樣 就剛好說的 在北京 他們過生自己是少數 不著名 因為他們人口數據是很大 他們不是少數據 甚至在沙摩雅 他們這樣很可憐 所以我去問的時候 我剛才分享 他就說 不要加持這個批判 他對我們 憑著你的思法 所以我們放進去 所以他們對自己的理解 是 雖然說很多 在台灣的習慣 或習慣 南島委員會想像 他們都是遠的祝福 不過在南島 他們不會認為他們是不祝福 很多時候 他們是多數 所以在對他們 堅持這樣的思維 跟想像 或想像的政策 是跟台灣所有 設計的 設計的 對 這是我的先生的想法 所以 比如說在台灣 會很容易 在把南島委員會放在 頭上出現的制製 會有一種親密感 這種親密感 甚至會想像 他們的情境跟人一樣 但是我們去難道 因為 你說 他們如果在去看的時候 會必須承受 那個情境跟人權 是否太一樣 所以 我幫我們去一下 USD 最重要的是要去難背面 好 好 好 那就讓我們先往就結束 再做一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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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讓我們先往就結束 再做一堆 好 好 謝謝兩位獎者